用了国际体育8月25号报道,北京时间8月27日凌晨4时15分,2018-19赛季西甲联赛第二轮,黄马将在客场挑战赫罗纳, 在上轮西甲联赛中黄马获胜,而赫罗纳则占平,交锋记录,黄马与赫罗纳在西甲历史上,只是在让赛季交锋过两次,黄马主场6比3获胜,客场则一道二输给赫罗纳,看点一,库尔图瓦获得首巴机会见下加盲黄马的库尔图瓦,在西班牙超级杯和首轮西甲联赛军位出场,但马卡报已经在头版头条宣布, 半轮联赛库尔图瓦将会首发,而这也将成为库尔图瓦在黄马的首秀,原本黄马主帅洛佩特级计划在国家队比赛,任之后再安排库尔图瓦出场,但本周的训练中库尔图瓦状态出色,还铺出了贝尔的精彩射门, 因此他的首秀时间被提前,作为黄马欧贯三连贯公勋主力门将,纳瓦斯得到不少黄马球迷和媒体的支持,而库尔图瓦必须把握好机会,用自己良好的表现征服黄马球迷们,看点二, 埃森西奥成功取代C罗,在C罗转会离队后,黄马却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,引进一名超级前锋取代C罗,虽然有报道称埃斯帕斯可能加盟黄马,但他显然不是球迷们心目中的巨星,而黄马的风险三叉戟,则从过去的BBC组合变成了BBA组合,解体C罗首发位置的是小将,阿森西奥, 22岁的阿森西奥,在今下热胜赛中表现出色,而新赛季首轮西奖,连赛,阿森西奥助攻贝尔进球,自己还是中门主,并且有一个点球被裁判漏盘,状态让人满意,而本场比赛阿森西奥将继续获得机会,如果可以一直保持良好发挥,也许就能坐稳黄马的主力位置,目前黄马已经考虑让阿森西奥, 结果C罗留下的记号球衣,看点三,黄马要在赫罗那主场首胜赫罗那和巴萨一样都来自加泰罗尼亚地区,上赛季是赫罗那俱乐部史上首次升入膝架,但他们表现出色,最终排名,第十,成为一大黑马, 而且在上赛季赫罗那主场对黄马的比赛中不出大冷门,赫罗那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,下半场连接两球,2比1逆转战胜黄马,虽然次回合黄马在伯拉乌主场6赶3成功复仇, 到赫罗那两回合能打进黄马5球,也能证明他们绝不容轻视,有了上赛季的角色,相信本场比赛黄马不会轻敌,而要继续取用最强阵容,目标就是首次赛赫罗那的主场赢得3分, 预测黄马首发433,库尔图瓦卡瓦哈尔,马拉内,拉莫斯,马赛洛卡赛米罗,克罗斯,莫德里奇贝尔,本周马,阿森西奥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